楼里新搬来了一对小夫妻 总是入屋旁人的亲吻 任何地方都是他们play的场所 女儿回家在门口撞见两人 就被他们当作爱事玩意 踹了一脚 还污蔑我的女儿是狐狸精 我再也不能忍了 把监控放到网上 斗极贫我最擅长了 大把呜呜呜 我被人打了 女儿刚打他家门 委屈的哭声就传入正在做饭的我耳朵里 我丢下锅铲急忙跑过去 上下打量他 语气带着慌张 怎么了妞妞 谁打你了 哪里受伤了 女儿红着眼掀起袖子 我看到他白嫩的胳膊上 一大片血红色的划痕 醒目的横根在胳膊关节处 还有血丝渗透而出 我心脏猛得一紧 这是怎么回事 女儿似乎是被吓到了 也不回答我 只是哭着摇摇头 我意识到不宜询问太多 电轻声安慰着他 带他去医院处理了伤口 从医院回来后 一把女儿哄睡着 我便来到了小区保安处 以丢了东西为借口 要求查看监控 这一看 只把我气得火冒三丈 只见女儿到了饭点 骑着自己的小三轮车 准备回家时 我们小区有名的不要脸 夫妻挡在单元门口 入旁人的亲们 稳得愈先愈死 女儿被拦住了 回家了路 监控清楚地 录到女儿礼貌地问着 叔叔阿姨可以让让吗 我要回家了 啊 那女人听到女儿的声音 发出了一声惊叫 捂着自己的心口 很痛苦的样子 你怎么突然说话 把我吓死了 而那男的文言 想也不想地 竟然抬脚 就往我的女儿身上踹 女儿猝不及防 被一个成年男子的一脚击倒 从三轮车上 猛地摔了下来 胳膊上的擦伤 也是这时候摔倒造成的 看见女儿摔了 男子仿佛看见什么 晦气东西一样 下一旁脆了一口道 死小孩真爱是 把我宝贝都吓到了 他怀里的女人 娇娇弱弱地 倚靠在他怀里 胎着胸脯附和 这不是我们对门的小孩吗 真没眼色 和他爸一样 说爸 两的人咯咯笑了起来 也不服起我的女儿 转身回家了 女儿在原地躺了半天 才缓故神来 起身回家了 我看到这握紧了拳头 这对夫妻平时就嚣张得很 恨不得昭告全天下 他们有多恩爱 随时随地 在小区各处接吻 我在电梯里 楼道里 花园里 甚至停车场 处处都见到他们接吻的场景 我善意提醒他们可以回家再做这些事 不要在公共场合如此亲密 小区里还有很多小朋友 却被这对夫妻说我多管闲事 老古董 什么年代了 还固子古板 这些我都忍下来了 还和女儿说 遇到这两个怪人 要记得绕道走 乃曾想 这一次经过回家的必经路 没绕得了道 就被他们俩如此对待 幸好这监控 被我偷偷录下来了 我拿着视频 敲响了对门小夫妻家的门 想要讨个说法 有事吗 踹我女儿的男人 陈瑞依靠在门框上 不耐烦地开口问道 我把手机视频一亮 冷声说道 你们刚刚把我女儿踹倒了是吧 陈瑞凑过来看了一眼 很无所谓耸奸 是啊 谁让他打扰我们的 那你就可以踹一个小孩吗 我是踹了 陈瑞的表情很嚣张 那你能拿我怎样 道歉 我深吸了一口气 和我女儿道歉 然后带她去医院做伤情鉴定 该赔多少就赔多少 哈哈哈哈 陈瑞仿佛听到了什么笑话一般 哈哈养天大笑起来 让我给一个小屁孩道歉 她大声地冲着屋内喊道 宝贝 你快过来听听啊 有个人在宅男门口讲笑话 随着她话音落下 一个女子出现在我面前 是陈瑞的老婆 周明明 什么笑话呀 老公 她 救她 陈瑞指着我加重了语气 让我们给她女儿道歉 就刚刚在门口 打扰我们的那小孩 周明明嫌弃地上下 打量了我一眼 真是有什么父母 交出什么孩子 小的这么没眼色 老的也一样 这么爱看大人亲密 长大了定是个狐狸精 就是 陈瑞跟得附和道 就一女儿看到大人亲密 也不躲开 还敢出声 真不要脸 你说什么 我心中怒一声疼 压抑着声音问道 我说 陈瑞嚣张地勾着唇角 一字一顿地重复了一遍 你 女儿 不 要 脸 她话音一落 我含着巨大怒气的拳头 猛地垂在了她的脸上 她一个平时也不健身的瘦吼 哪里抵得过我经过训练的拳脚 皮肉交接间 便被我打翻在地 周明明见此场景 惊得五嘴尖叫 我根本不理会 翻身压在陈瑞的身上 给她来了几拳 专挑肉多又痛的地方 用尽全力挥拳 主打一个她疼死 但别人不知道 哥 我错了 我错了 放过我吧 耳边传来陈瑞虚弱的囚牢声 我看了陈瑞脸色发白 额头上浸出冷汗 顺势收了手 站起身离开时 我冷冷地披向一旁 下白了脸的周明明 以后再侮辱我女儿 就算你是女的 我也打 说吧 我起身离开 错过了身后两道 愿毒的目光 请问是柳鹤健先生吗 我看了门外的警察 点了点头 我是 警察抬眼打量我 你的邻居陈瑞先生报警 说他被你打 有这回事吗 我疑惑地摇摇头 没有啊 我怎么不知道 他胡说 陈瑞四是找到了靠山 躲在警察的后面 指着我告状 他冲进我家里就打我 我双手抱着胸 懒洋洋地问道 哦 那我为什么打你 你 你 陈瑞指着我 你的半天 说不出我所以然 周明明抢地帮他开口 还不是因为我们说 你女儿是狐狸精 听到周明明这话 两个警察的神色 都冷了下来 陈瑞听到他这么蠢的话 都没忍住瞪了他一眼 我摊摊手 无奈地说道 警察先生 你们也听见了 他们今天莫名其妙 把我女儿踢了 还说我女儿是狐狸精 我没忍住上门讨说法 可能心里太急了 语气生了一点 说如果有下次 我不会放过他们的 可能他们害怕了 就报了假警 陈瑞听到我的解释 柯巴卓想要开口 不 不 不是 警察先生 我根本不给他 开口的机会 想在他面前打断 你们看看这个视频 我把今早在保安纳 录到的监控视频 放给警察看 本来我想要和解的 谁知道他们先报了警 那就让警察下任 主持一下公道吧 我女儿还是个未成年呢 今年才八岁 警察拿过我的手机看视频 面色变得严肃 陈瑞嘴巴张张合合 想要解释些什么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周明明似乎也知道 自己说错话了 眼珠子乱飞 心虚得很 柳先生 那请你和我们回警局一趟 做个笔录 我点点头 好呀 顺便再说说 我邻居被我打的事情 做伤情鉴定 那是自然 报案了 我们就要受理 陈瑞的伤情鉴定 很快就出来了 健康得很 没有内伤 也没有外伤 警察很是严肃地 警告他们 不要报假警 我看得陈瑞和周明明 铁青的脸 差点没忍住笑出声 在警察的调解下 我没有追究 陈瑞和周明明的法律责任 而是同意了他们赔钱道歉 也达到了我最初想要的结果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 但我没想到 这对夫妻会如此的极品 爸爸 呜呜 狐狐狸精是什么意思 我看得女儿委屈的小脸 疑惑她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 怎么了 为什么这么问 楼下好多小朋友 说我是狐狸精 他们都不和我玩了 我文言眉头紧紧皱了起来 不用想也知道 这一切是谁做的 果然 我一下楼 就看到电梯间贴着大大的道歉信 上面写着 因为我女儿这些小狐狸精 偷看他们亲吻 他们在愤怒家羞耻下 没忍住推了女儿一下 对女儿的身体造成了伤害 为此道歉 但也希望 女儿以后不要再偷看大人亲亲了 长大会变狐狸精 楼上的奶奶等电梯时看到我 错过来神秘兮兮地说道 有爸爸 你和那对小夫妻吵架吧 你道歉吧 他们可不是好惹的 你之前的那个房主 就是被他们气到卖房的 我们这栋楼啊 都没人敢惹他俩 道歉 那是不可能的 我深吸一口气 把冲拥到嗓子眼的怒气 强行按了下去 看来这是彻底宣战了是吧 那我奉陪到底 回家我就把那段监控视频 交给了专业学习们的朋友 好好剪辑了一下 加上各种大字及特效 还有适配的音乐 按下发送键后 我斥巨资买了曝光包 重点投放对象是本地用户 相信一个晚上的时间 他们的亲人朋友同事都会欣赏到 他们这副不要脸的姿态 古不其然 第二天我还没睡醒 门就被敲得蓬蓬作小 一打开 果然是那对极品小夫妻 陈瑞捧的手机 指着我的主页 怒不可恶地问我 这是你发的 我坦然点头承认 是啊 怎么了 给我删了 毫不客气的命令语气 喝 我冷笑一声 凭什么 端老子不客气了 你打得过我吗 我的语气轻蔑 陈瑞被我一噎 似乎忘记了要说些什么 手在我的面前抖了抖 一等着 随时奉陪 我根本不处她 用力一甩 把门通的一声 甩她脸上 门彻底观言的间隙 我看到了 她脸上满满的愤怒 成年人的宽宏大量 此刻在我身上 完全不存在 毕竟没有哪个父亲 能忍受八岁的女儿 被骂狐狸精 还莫名被踹 现代女儿在梦里 都会惊醒 醒来 嘴里都在哄慢地 喊着我不是狐狸精 一想到这我就心疼极了 决定和这对极品夫妻 干到底 本来已经做好了准备 接收极品小夫妻的 一切招数 没想到 他们晚上 拎得水果牛奶上了门 好声好气地 和我道歉 还拟了一份 无比正常的道歉声明 表示会把它 贴在电梯门口 带员门口各种地方 我为此有些摸不着头脑 那个 哥 陈瑞搓我搓手 我道完歉 你能把视频删得不 为什么要删 我和我老婆今天去单位 都被领导叫去谈话了 你看这 对我们公布影响不好 呦 原来是影响到 他们利益了呀 那更不能删了 我摇摇头 再次拒绝 不删 你 周明明没忍住 站起身来 指着我愤怒地说道 抹黑我们 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这人心 怎么这么毒 我疑惑地皱了皱眉头 你是在自我介绍吗 我也疑惑 抹黑我女儿 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别说了老婆 陈瑞拉拉 周明明的衣角 今天这是不解决 我们都没工作了 周明明闻言 情绪似乎还是压抑不住 冲得陈瑞骂道 你就这么点骨气 真是个窝囊废 你说什么 陈瑞腾一下 站起身 杀了周明明一巴掌 你他妈敢说 老子是窝囊废 周明明被杀得一脸忙 捂着脸呜呜地 哭出了声 你打我呜呜 你不爱我了 陈瑞健壮 似乎清醒过来了 蹲下身子 搂着周明明哄道 宝贝对不起 是老公不对 但打是亲骂是爱 老公就是太爱了你 我听闻这脑残的话 一个大大的白眼 就要翻到天上 但没想到 周明明就是那个 吃这套了脑残 反手搂着陈瑞柔声道 没事的老公 爱就是痛的 我不怪你 老婆 眼看了两人 在我面前就要亲上了 我冷声提醒 要亲就从我家滚出去 文言陈瑞才和周明明 依依不舍地分开了 陈瑞回过神来 继续问我道 哥 那你要怎样才能 把视频删了 我伸出手指 比得个数字 这个数字我删 十万 你TM抢钱啊 陈瑞还是没压抑住 自己的本性 叫骂出声 周明明眼睛也瞪得老大 你真当你女儿 金子做的呀 也不看配嘛 我女儿对我来说 就是宝贝 我怂怂肩 一脸无所谓 你们不同意 那就算喽 反正放在那对我也没影响 瞬间客厅 陷入一阵沉默 老半天 陈瑞才开口说道 分切可以吗 我摇摇头 不行 我不相信你的人品 给你两天时间 我只要 我食指和拇指 捏在一起搓了搓 得出钱的手势 反正我什么也没明确说 就算陈瑞录音 也不能告我敲诈勒索 陈瑞最后离开我家的时候 变色都是铁青的 看得我差快急了 两天后 我果然收到了 陈瑞给的十万块现金 为了补偿女儿这阵子 身心所受的伤害 我带着女儿和老婆 出事履历烫友 可没想到 等我们回家时 仿佛不认识自己的家里 只见我们家门口对面 围着一个顶到天花板的大鞋柜 一走近 一股难以描述的酸臭味 扑面而来 胃里的东西都在翻滚 我见此场面 果断地让老婆和女儿 转身离开 家都没进 就说他们回老家待几天 这一看就知道 那对极品夫妻 在恶心我呢 接下来的战况要变得激烈了 老婆和女儿还是要远离得好 将老婆和女儿放到老家安置好以后 我也回到小区附近的酒店 开了一间房 准备打持酒站 随后来到了天桥底下 许多待夜地寻找短工的大爷大妈聚集处 老婆 你需要什么 我的身影已出现在那里 就有大爷大妈迫不及待地围了上来 满脸期待地等着我提需求 他们好推销自己 我要跑得快的 力气大的 我我我 我年轻的时候可是跑步第一名 我之前在地里干能活的 力气可大了 我看着围观的人 调了一个大娘 看着就是精气神不错的 能和人大战八百个回合的那种 我有个活 你们一天只用干两个小时 一天五百 听到我这个条件 他眼睛都亮了 什么活 我啥活都能干 我小生把我需要他做的事情提了出来 听到我的条件 大娘有些犹豫 这不会被打吗 我拍着胸脯保证 被打了算我身上 医药费我出 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做 做完就跑 一天就干两个小时左右 每天啥时候干我会通知你的 听到我这么说 大娘思考了片刻 还是点头答应了 行 我文言笑出了声 陈瑞 你不是恶心我吗 我就让你看看 什么是最恶心的 此刻我悠哉悠哉地躺在酒店舒适的房间里 欣赏着监控下的画面 监控是我昨晚特意装的 就为了今天能指挥作战 看到昨天的大娘拿着一大袋麻袋 出现在监控前时 我的心情变得激动 只见大娘把麻袋里的臭鸡蛋 一个个拿出来 一排排力在陈瑞家门口 闭在地上时 还要用力在地板上磕一下 磕平蛋壳 保证鸡蛋是立起来的状态 也保证臭鸡蛋里的水能流出来 大娘摆得很是认真 完全按照我教的去做 一排台摆着 不留一丝缝隙 只要陈瑞夫妻想出门 必须得踩爆鸡蛋 让自己的脚底沾满臭鸡蛋的汁水 大娘走之前 又从电梯间 掏出一个蓄电池版本的电扇 电扇被我锁在了笼子里 大娘又照我所说的 把她用链子和消防门锁死 然后开最大档 对着陈瑞家的门口吹 把臭鸡蛋的风吹向陈瑞的屋子 让他们能好好享受臭鸡蛋 毕竟 这可是我联系了好多养殖场 特意给我准备的那么多货 周明明是第一个出门的 打扮得精致都市利人的她 估计也没想到 一夜之间 在家门口出现这么多的臭鸡蛋 毫不设防备的抬脚 拆到了一脚的臭鸡蛋液 那这耳玉龙的尖叫声 就连监控这头的 我都快被震骂了 陈瑞冲出门查看的时候 眼睛瞪得老大 似是很惊讶眼前的情况 可还没来得及震惊多久 两人还是得出门上班 就算把鸡蛋踢开了 地上还流淌着黏糊又臭烘烘的鸡蛋液 陈瑞脚一滑 在鸡蛋液中间摔了的大马趴 洁白的西装瞬间染上了鸡蛋液的光泽 灰白灰白的 就连头发都被臭鸡蛋液污染的 变成一缕一缕的 看得臭极了 陈瑞的脸色很是铁青 翻出手机拨通了我的电话 我看得来电显示 不紧不慢地接听 电话那头传来陈瑞的咆哮 姓柳的 你TM有病啊 到底想干什么 你只要把我家门口恢复原状就乌开咯 如果我不呢 那你就等着 我有耐心陪你哈 说吧 我也不管陈瑞的回答 啪的一声把电话挂了 陈瑞脸变得更黑了 周明明嘴里骂骂咧咧地在说些什么 可夫妻俩现在根本没空去管自己此刻的丑态 匆匆忙忙地出门上班了 等到他们下班回来时 都搭来了一张脸 却没想到门口又多了一堆新鲜的臭鸡蛋 只要他们要回家 必须要经过臭鸡蛋路 都是你出的馊主意 那个姓柳的报复咱们呢 你知道今天所有人经过 我都捂着鼻子吗 好像我是什么脏东西一样 忍无可忍 又找不到我撒气的陈瑞 终于忍不住对他老婆爆发了 周明明插着腰 一脸不服气 那时候我和你说 做鞋柜的事时候 是不是答应吗 你还自己亲自去回收站 搜罗来一堆臭鞋你忘了 现在好了 臭鞋位本来就问够了 还要加了臭鸡蛋位 扑呲 我笑了 真是自作自受 还敢顶嘴 陈瑞甩手一巴掌扇到周明明脸上 要不是你说做鞋柜 我能去找臭鞋 你就败家娘吗 什么 周明明把包往陈瑞身上一甩 你敢打我 臭娘吗 还敢甩包 你知道这包老子买来多贵吗 陈瑞五指一声 抓住周明明的一把头发 用力往上提 老子今天非教训教训你不可 周明明也是个不服输的 弯腰捡起一个臭鸡蛋 反手砸在陈瑞的脸上 趁陈瑞闭眼之际 扭身就和陈瑞扭打在了一起 两人扭打的身体 碾碎无数个臭鸡蛋 等到歇站的时候 他们家的门口变得一片狼藉 满地都是鸡蛋壳和臭鸡蛋液 两个人在地上扭打半天 身上黏糊一片 和臭鸡蛋融为了一体 我则在酒店里 津津有味地欣赏这出大战 夫妻两类了 也没收拾家门口 便回家休息了 度收拾才好呢 正合我意 第二天继续给你们惊喜 大娘凌晨又出现了楼道里 这次带的东西比昨天多 只见大娘摆个大大的地毯 铺在陈瑞家门口 从门口一直铺到电梯口 铺好后 大娘把带来的一桶 五了三天的干水 倒在地毯上 让地毯彻底吸附干水 得来表面干净的地毯 瞬间变得焦黄 还有菜叶子 食物残渣交织在其间 大娘来来回回搬了几趟 倒了三大桶干水 才把地毯都铺满了 最后走的时候 按照我的吩咐 在表面上撒上两桶油 我开了大娘的忙货 买一集了 真期待明天 极拼小夫妻的表情 周明明这次出门学乖了 先是探出头来查看了一番 看到地毯的时候 皱起了眉头 随即捂住鼻子 碰了一声关上门 可上班的时间渐渐临近 两人根本不可能在屋子里躲一辈子 陈瑞率先走了出来 小心翼翼地探出一只脚 却没想到此溜一下 她从地毯的这头滑到了那头 陈瑞似乎被摔猛了 在地毯上躺着 愣了好一会儿才爬起身 想回家 却又走不动 只能四肢着地 一步一挪地爬回去 但以为这次能和陈瑞好好玩呢 谁知我就是个午觉了功夫 陈瑞找了一帮施工队 在他家和走廊的连接处 撞了一道铁门 堵住了通道 也堵住了我回家了路 还是大难给我打电话 和我说没办法放干水了 我才得知了这个消息 手机甚至还躺的陈瑞 挑衅我给我发来的短信 你回家的路被我疯了 想回家 老规矩 十万吃 真嚣张啊 不过也好可惜 我想了一大堆 我嫌她的办法 都还没用上了 给大娘结算的工资 我站起身 舒展了一下身体 该亲自出马了 久回家探查地形的时候 牢牢锁死的铁门 赫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陈瑞已经把他家门口收拾好了 什么臭鸡蛋 干水地毯都不见了 这个铁门 也刚好把我家和陈瑞家 锁在一处空间 而似乎觉得 搬回一城的陈瑞 因为这几天的臭味攻击 正在开着门通风 还在屋里悠哉悠哉地放着音乐 透过门缝 我又看见这两极品夫妻吻在了一块 接下来的发展我并不感兴趣 我要开始实行我的计划了 晚上八点左右 我回到了铁门前 见陈瑞家的门还开着 我就放心了 小心翼翼地掏出我新买的一把锁 把铁门锁上 尽量不发出啊声音 随后用一条布绑在铁门的下面 四个脚都绑住 塞岩石了 不让一会儿的小东西跑出来 陈瑞和他老婆 不知道在屋里做什么 我弄完这些了 他们都还没来过客厅 也没看到我 真是天助我眼 我抓起一把粮食 使劲往陈瑞屋子里丢 丢了两三把后 拿起一袋正在扭动的麻袋 将口子放在绑的的布条上方 麻袋里的东西挣扎得更厉害了 我赶紧用剪刀把麻袋口剪开 那小东西争先恐后地从麻袋口跑出来 顺着我抛的粮食方向 此流跑进陈瑞的家 我站在门外等了十几秒 终于听到屋子里传来尖叫声 一粗一戏 哎呀呀 老鼠 我的屁股被咬拉呀 听到屋内一阵荒乱的脚步声传来时 我站在走廊的垫表箱处 拉下了垫闸 瞬间屋里屋外变得一片漆黑 尖叫声更加响亮了 享受吧 陈瑞和周明明 我这下午去郊外田里给你们俩的特意抓的田鼠 手机呢 陈瑞 啊哈哈 快报警啊 陈瑞呀 那老鼠上我身了 我先行一步掏出手机 报警是吗 我帮你们吧 喂 消防队吗 我要举报有人堵塞消防通道 消防队来的时候 我早就把铁门上的白不撤了 所以解开了 陈瑞和周明明看到我时 恨得咬牙切齿 和消防队员义正言辞地告状 说我放脑鼠咬他们 还把铁门堵住了 不让他们出去 我很是无辜地摊手 我什么也不知道啊 我刚旅游回来 一回家 我家门口的通道 就有个大铁门 我知道堵住安全通道 是违法的 所以我赶紧打电话报警了 消防员的脸色很是严肃 这通道是谁堵堵的 陈瑞和周明明文言妹妹相去 是他先 可消防员根本不听他说别的 我就问这铁门是谁堵的 陈瑞犹犹豫遇了半天说道 是我 陈瑞和周明明这波 没能守住大铁门 被消防员教育了一番后 不仅要自掏腰包拆除 还要写保证书 保证下次不会犯了 我等消防员都走了以后 心情畅快地看着他们 有的人偷鸡不成十八米 果然是你 陈瑞愿读得太像我 你对我等着 等着什么 我极尽嘲讽地笑想 等老鼠咬你吗 哈哈哈哈 不知道你的屁股怎么样了 老鼠咬人疼不疼啊 陈瑞闻眼脸胀的通红 指着我愤怒地道 你 我拍一声 拍到他冲我伸的手 指什么指 手下败架 看着陈瑞似乎快 撅过去的神情 我心情畅快地转身离开了 陈瑞不知道从哪知道了 我住在酒店 派着一个人 跟我进进出出 是来监控我的 那人长得人高马大的 一脸的混子模样 但还算尽职尽责 不管我去哪 他都跟着 就算我去厕所蹲大号 他也蹲在外边打游戏 我和他说话 他也不理会 这日中午 我出门觅食 特意寻了家麻辣烫 吃得津津有味 看着小混子 一脸的馋样 我直指食材贵说道 要吃吗 我请你 小混子表情很是纠结 但依旧一眼不发 我也不理会 继续吃麻辣烫 吃得一脸幸福的模样 小混子在一旁 咽了好几次口水 真不吃 我不告诉陈瑞 我壮似漫不经心地 又忘了一声 小混子这次不装筋实了 点点头 我吃 你说算数 别告诉我姐夫 小样 还拿不下你 经过我这么些天的观察 发现小混子 是真爱吃麻辣烫 每天房间门外的外卖盒 都是麻辣烫 但估计没啥钱 小混子只能吃拼单的麻辣烫 现在有人请客 让他大吃特吃了 我不信他不心动 看了小混子 大块朵頤的模样 我漫不经心地问 陈瑞是你姐夫啊 小混子四倍吓到了 咳嗽了几声道 你 你怎么知道 你自己说的呀 我有些无语 刚说没多久的话 这就忘了 陈瑞的小舅子 真够笨的 嗨 我童童小混的 的胳膊 你是陈瑞小舅子 不上班吗 每天跑来跟踪我 似乎是拿人手短 吃人嘴软 小混子竟然回答了 我的问题 跟你有钱赚 多少钱 一天二百 突 我一脸没出息的表情 看着他 一天就二百 你就时时刻刻跟着我 上厕所也跟 小混子闻言有些委屈 你以为我想啊 要不是为了还钱 谁要听他的 那个字大狂 还钱 我抓住了重点问道 还什么钱 你欠钱啦 小混子似乎是知道 说错话了 见我这么问便闭上了嘴 什么话也不说 我也不急 依然羡慕地说 是不是你跟着我 你姐夫 就帮你把这还了呀 有个姐夫真好 放屁 小混子有些不满 他那个铁公鸡 怎么可能帮我还 他说 他没有钱 让我自己解决 不可能吧 我装作一眼惊讶 我明明看见他 说吧 我装作说错话的样子 捂住了自己的嘴 没事 我什么也没看见 小混子很是怀疑地 看向我 你看见什么 你看见他有钱 我摇摇头不说话 小混子有些急 你说啊 你要急死我呀 那你告诉我 你对什么欠欠 我就说 小混子文言 有些纠结 却还是和我说了 他是因为赌博欠欠 别人上门讨债 他只能躲起来 所以来投靠 周明明这姐姐了 我了然地点点头 拍了他小混子的肩膀 我一看就知道 你是个好孩子 去赌博 肯定也被人逼的 你姐夫要帮你还债就好了 你也不会被人追了 可以早带你改过自新 小混子听到我说的这话 认同地点点头 可惜呀 你姐夫 哎 我姐夫咋了 你说啊 我痛惜地拍胎 小混子的肩膀 你姐夫根本没把你当亲人 他帮他妹也不帮你 什么意思 小混子的声音 有些生气 你知道我是他邻居吧 前阵子我在家 听到他妹来他家里 说要结婚了 他给他妹 十万块钱当陪假 你说你这欠了六万块钱 他都不愿意 帮你还债 他妹结婚他 就给十万 真是不把你分姐当一家人啊 你说的是真的 小混子的声音 有些怀疑 我肯定地点点头 那当然了 我家门口装有监控 我可以给你看视频的 陈 醉 我的酒店房门被敲响时 一开门就看到周明明两姐弟 周明明一看到 我就毫不客气地质问 听我弟说 你有陈瑞给他妹妹钱的视频 我点点头 对呀 我是看大兄利人好才告诉他的 你可别和陈瑞说事 我让你们知道的 周明明眼睛都红了 冲我伸出手 给我看他 我拿过桌上的笔记本电脑 把早就调出来的视频 点击播放 是我家的可是门铃拍的 我一般监控视频 喜欢保存半年 就怕这半年有情况发生 有嘴输不清 而我家正好在 陈瑞家斜对面 那天我也刚好要出门 在玄关处 听到陈瑞妹妹 谢谢陈瑞给的钱 视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陈瑞妹妹出门的时候 陈瑞从玄关的包里 拿出来一包钱 递给他妹妹 他妹妹推脱了一番之后 还是收进了自己的包里 一分钟后 周明明从里边走了出来 三人一同离开了 姐 你也知道 小混子看到周明明出来 眼睛都冒火光了 周明明赶紧摆手 没有的 那天你姐夫忘拿打火机了 非要我回房间拿打火机 你没看我那么久 才出来吗 小混子维言更气了 他就是根本不把 咱姐弟俩当一家人 不帮我还债 还瞒着你给他妹钱 周明明文言也十分生气 就是 那可是我们的夫妻 共同财产 他居然不跟我说一声 就给他妹了 弟你等着 我起码去 要一半回来 这里没有一半是我的 要回来 姐就给你还债 小混子听了 感动得眼泪哗哗的 姐 你才是我亲姐 我们这就找那个姓陈的 讨个说法 今天必须让他还钱 姐弟俩说着 便转身往门口走去 完全忽视了我的存在 等时间差不多了 我迫不及待地 打开手机监控 查看情况 只见这姐弟俩 气冲冲地回家 和陈瑞对峙 要个说法 陈瑞死不承认 还和周明明 发生的口角 陈瑞表示 他比周明明正得多 周明明没资格 对他指手画脚 周明明觉得 之前与一半是自己的 陈瑞不问 急拿视约偷 要打电话报警 陈瑞觉得 他无理取闹 脑子有病 伤得他一巴掌 小混子被这一巴掌激怒 上前和陈瑞打起来 逼迫陈瑞把钱交出来 不然就卖房子 帮他还债 陈瑞血性不改 直说他赌博是社会败类 就算有钱 也不会帮败类还债 小混子被激怒 这阵子躲债的怒气 估计都爆发在陈瑞身上吗 下手没签没中的 陈瑞被打了个半死 还是周明明出面阻拦 才让小混子住了手 可据我后续所知的消息 陈瑞送进医院的时候 已经被打得半身不遂了 下半生 估计都要挂着尿袋 在轮椅上生活了 陈瑞为了治病 把房子卖了凑钱 而小混子因为故意伤人罪 也被送进了监狱吃牢饭 周明明接受不了陈瑞的现状 陈瑞也不想和造成自己这一切 罪魁祸首的家人在一起 扰人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而我就算没了陈瑞 也把这户房子卖了 换了个一梯 一户更大的房子 虽然和极品豆也蛮有意思的 但属实太费精密 还是一户一层更自在血